各位五年级的弟弟妹妹们大家好 欢迎看到秒三数学Mathematic的教学影片 前六部影片我已经解释了什么是周长 什么是面积还有什么是体积 所以等下有一些问题你们忘记了 你们可以看回去前部影片 那个方程式是怎样的哦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解决问题的第一题啊 他讲右图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菜园 这个正方形是EFGH 你们不要理里面那个三角形先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等边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的意思就是说 它三个边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这个三角形的部分是拿来种植菜型的 蓝色的部分呢就是拿来种植长度 那么EFGH它的面积是64M² M²的意思就是拿来给面积用的 我们中文叫做平方米 OK因为它的单位是用m²的 所以它是写M²咯 那么它叫你计算种植长度的部分的周长 这个问题它是要你们找出来那个周长是多少 而且是长度的部分也就是蓝色的部分 那么这题问题它什么都没有给我们 它只是给我们EFGH那个正方形的面积而已 那么你们还记得正方形的面积的那个公式是什么吗 就是长层宽或者底层高对吗 所以你们想一下 正方形它四个边都一样长的 所以它的长和长都是一样的哦 那个数字是一样的 那么你们想一下什么乘什么啊 是等于64的 OK 8864 8乘8等于64 因为它的边一样长 所以它的长是8M 它的边也是一样8M 那么现在我知道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8M了之后 我就要去找那个三角形的边长是多少 你看啊 三角形的那个底部哦 H和G那条线哦 它是跟那个正方形连在一起的 所以因为这个是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所以也代表这个边 三角形的每一个边都是8M 那么现在它要我们找出这个蓝色部分的周长 我们就要将这个蓝色部分的这些边全部一起加起来 也就是8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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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乘5 8五四十 一共是40m 然后它下面呢 有一个四方形的一个动物哦 它问你们呢 种植菜心和长豆的部分呢 哪个比较大 哪个面积比较大 也就是说三角形的面积 那个粉红色的面积比较大 还是蓝色的面积比较大 这里我可以给你们讲 其实是蓝色的面积比较大 因为哦 如果我将那个三角形的顶点 画到去蓝色的边哦 就会刚刚好等于这个正方形的一半 可是正现在这个三角形 粉红色的三角形 它的顶点没有去到它的边 所以它是小过正方形的一半的 接下来看第二题 爱莎设计下面的感恩卡 它是有一个正五边形和一个长方形组成 那么 KL等于 3PQ 以CM为单位 找出这张感恩卡的周长 OK你们看到那张右边的那个感恩卡哦 它是打开了的 所以它要你找出的是这个打开了的感恩卡的周长 首先它那边写KL等于3PQ 它的意思就是说 KL的长度哦 就等于三个PQ 就是PQ的三倍 它在那边有跟你们讲 PQ的长度是9CM 所以KL就等于9乘3 接下来它有讲 这个是一个正五边形和一个长方形组成 所以那个正五边形 它每一个边都一样是9CM 然后你们看那个长方形啊 它旁边两个直线是一样长的 也是9CM 然后它的那个KS和RL 有那个相等长度的标记 所以 你们要找出来 这两个长度是多少 KS和RL是多少 OK刚才我们知道哦 KL是27CM 因为它是PQ的三倍 9327 然后现在我也知道 SR它是一个正五边形 也就是9CM 所以我就拿27-9CM 剩下的长度就是KS和RL平分 因为它们两个一样长度 所以除了2之后啊 它还是一样是9CM 最后你们将这个边长全部一起加起来 可是你们要记得 不要加SR的长度 因为SR不属于周长的一部分 所以这边它已经算了给你们 它的周长是99CM 接下来看第三题 右图显示一个正方形和一个直角三角形 纸皮拼凑而成的图形 图形的周长是多少CM 首先我们来看啊 它讲这个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就是说 那个正方形的每一个边都是一样长的 然后它那个直角三角形 有给我们一些资料哦 它讲它的斜度是13CM 然后剩下有一个6CM和一个1CM和5CM 那么现在我看到那个直角三角形 和那个正方形有两个相同长度的那个标记 你看到那个中间有两条横线嘛 好像一个等一这样子的 OK 那个6CM哦 有那个标记 也代表啊 那个正方形连着三角形的那个线也是一样 是6CM 接下来我看到6CM加下面那个短短的1CM 代表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7CM 这样子呢 现在我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周长 我要有的东西都有了 我就将它们全部加起来 正方形有三个边7CM乘3哦 剩下的将那个三角形的边加下去 6加1加5加13 一共是46CM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四题 它讲左图由一个直角三角形 和一个长方形左组所组成 全图的周长是56CM 计算全图的面积 OK 这个是周长是56CM 那么我们就要找出来 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边长是多少CM 首先我看到有一个相同的标记哦 在CB还有BF那边 OK 那么我要知道这些边长是多少的话 我就将56CM 因为它讲全图是56 我就剪掉那些 先剪掉那些我知道的 我知道有一个10CM在AB 有一个8CM在AF 有一个10CM在FE OK 那还有那个CD啊 跟FE是一样长的 所以我也可以剪掉这个10CM 那么我就剪下18CM 下来剪下这个18CM的长度是给那个CB的直线 和那个DE的直线 你们看到其实啊 DE的直线啊就是 的一半就是CB 所以哦 三个加起来 可以变成一个三个部分啊 18CM除以3 我就知道 CB 是等于6CM 然后DE是等于12CM 那么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全部的边长 我就去算它的面积 我先看三角形线 那个P的 三角形的面积是 1 2 二分之一 层 长 层高 或者底层高 也就是说 8乘6 然后再除2咯 就等于24CM 这里你们那个单位要放的对啊 不能只是放24CM 要放24CM 你们会看到我写的那个CM 然后那个Q的面积就是长层宽或者底层高 也就是10CM乘12CM等于120CM 的长度 FG就是那个休息区那边啊 它FG的长度跟IH是一样长的 那么我们先看它给我们的资料 展区的面积是280M2 展区它本身是一个长方形来的 所以长方形的那个公式就是 长层宽或者底层高 也就是说你们要想一下 40乘以一个位置数 会等于2800 所以40乘以什么会等于2800呢 你们就拿2800除4咯 因为位置数的乘相反就是除 所以我知道那个展区的那个长度啊 它是70M也就是JI啊 JI是70M 那么它要的东西是FG 那么我就拿整个长度哦 它那边有写给我们是80M 减掉70就等于10咯 所以FG的长度是10M 然后看六题 第六题 U图是由多个正方格所组成 它有一个很多个正方格的 正方形的小格子 然后以CM2为单位 计算绿色部分的面积 它只要绿色的部分罢了 那么它现在有给我们的资料 就是下面啊 的长度一共是21cm OK 这个21cm 是由七个正方格所组成的 所以每一个正方格的 一个小格子的那个边长是21除7等于3 OK 然后它的旁边 这个长方形啊 它的旁边是3cm乘以4个格子 也就是12cm咯 那么它现在要我找出绿色的部分 首先呢 我算完它一整个长方形是多少的面积先啊 21cm乘以12cm就是252cm² 我要找出这个绿色的部分 我就要剪掉它那个里面的三角形 OK 这个三角形哦 它是它的面积是底层高除二 或者二分之一层底层高都可以的 OK 所以它的底啊 是4个格子也就是12cm 它的高也是4个格子也是12cm 所以12乘12再除二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72cm² 我只是要青色的部分而已 所以我将我刚才找到的长方形面积 剪掉这个三角形 就是剩下那个青色的面积 青色的面积是252-72等于180cm² 接下来看第一期题 如运用了两个长方体盒子来制作 如右图的储物盒 m核子的高度是m核子的4倍 以cm³为单位 计算综合立体的体积 OK 这里它要算体积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单位是cm³ 那个m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3 OK 你们千万不要写cm或者写cm² 因为体积的那个单位是cm³ 如果是用m的话就是m³ 如果是用mL的话就是m³ 它的中文叫做立方厘米 OK因为厘米是cm 那么综合立体啊 综合立体就是多过一个立体 合在一起的 叫做综合立体 那么我们先看那个m啊 n for new york 它的那个16cm那边哦 有两个相同长度的标记 也就是说m和n的那个宽是一样长的 OK所以这里16除2等于8 n的那个宽是8cm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旁边也是有那个相同长度的标记 所以它的长和宽都是8cm 然后现在我们要想回去长方体体积的那个公式 它是长乘宽乘高 一共有三个东西的 所以这里长和宽我知道 8cm乘8cm 然后它的高度有直接给我们是4cm 所以那个n n for new york 它那个体积是256cm3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那个m啊 m for Malaysia 那个长方体的体积是多少 它讲它的那个高度是n的4倍 所以我其实可以直接拿256乘4 就等于1024 这里啊两个立体一起加起来 1024加256就等于1280cm3 OK然后第八题哦 可能你们要想一想 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头脑的标记 代表有一点点的难度的 OK它讲 左图中的x正方体 x是一个正方体 也代表它的长宽和高都是一样长的 它的体积是512cm3 这样子啊你们要想一下什么三个数字哦 这三个数字都是要一样的 乘起来会等于512的 首先我们试下2乘2乘2啊 2乘2乘2等于8 所以不对不是8 那么4乘4乘4等于64 也不对也不是4 那么6乘6乘6等于216也不对 再试多一个8乘8乘8等于512 所以啊这个x正方体啊它的长宽和高都是8cm 8乘8乘8等于512cm3 OK那么我知道了这个x的边长也代表这个y啊它的宽是8cm 因为这个y的宽是跟x的宽一样的 OK然后这个y的长度呢就是拿8cm减掉3cm 因为它有告诉我们x的高度跟y的高度相差3cm 所以y的高度是5cm 那么我现在我要去计算它的那个综合立体的体积哦 首先x是512它已经给了我们 现在y的是长度是12cm 它的宽是8cm 然后它的高是5cm 所以这个y的体积是480cm 综合立体两个一起加起来 加512就等于992cm 接下来207页这边有三题 我们先看第一题 它讲U2的综合图形 综合图形就是有超过一个图形 是由一个正6边形和一个正8边形所组成的 OK它有写一个正字的代表它的所有的边的长度都是一样 然后正8边形的周长是正6边形的周长的2倍2倍 那么它叫你找出来正6边形的边长是多少cm 我们先解决A的问题先啦 首先我们看上面的是正6边形 下面的是正8边形 然后正8边形它有那个相同 嗯 长度的标记 其实它不放标记也OK的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正8边形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边是等于9cm 9乘8条边就等于72cm OK 这里它讲它有上面有提到 正8边形的周长是正6边形的2倍 所以正6边形的话我们就拿72除2 等于36cm 正6边形的周长是36cm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它的问题了啦 正6边形的边长是多少cm 正6边形有6个边 36除6个边就等于6cm 然后最后以cm为单位计算全图的周长 OK 全图的周长啊 这里它没有重叠的边 所以全部边都要加起来 首先正6边形6cm乘6 再加上正8边形9cm乘8 一共是108cm 我们来看第二题 M正方形的边长是5cm 正方形也代表它每一个边都一样长 是5cm 然后M正方形的边长比N New York的N啊 正方形的边长短2cm 就是说那个N是比较大的正方形 然后那个Malaysia的M是比较小的正方形 OK 把这两个正方形连在一起 已形成一个综合图形 这个综合图形的周长是多少cm 首先那个重叠的那个中间那个边长 你们不要加 OK 只加那些在周围的罢了 所以首先Malaysia的M一共有三个边 也就是5cm乘3 然后New York的边一共有也是有三个边 也就是7cm乘3 再加上他们相差的那个长度啊 7cm-5cm就是2cm 加2cm一共是38cm 他们的周长是38cm 然后B的以cm2为单位 计算2A综合图形的面积 首先我们算Malaysia的M的面积就是多少 面积就是长乘宽 这里都是一样长 因为他们是正方形 所以Malaysia的面积是5乘5 然后那个New York的N的面积是7乘7 5乘5加7乘7就是25加49等于74cm2 然后第三 用数个M正方形和N正方形 各自组成一个正方体 正方体啊 正方体就是立体啊 有推力的啊 可以看到前面旁边还有上面的啊 OK 再将他们组成一个综合图形 以cm3为单位计算他们的总体积 OK 这里我们要算体积 所以正方体的体积的那个公式是长乘宽乘高 因为他们是正方形啊正方体的宽 所以他们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 所以Malaysia的M那个正方体是5乘5乘5 等于125cm3 然后那个New York的N的那个正方体是7乘7乘7 等于343 343加 刚才那个正方体 一共是468cm3 接下来看第三题 左图的综合图形就是有两个图形啊 或者三个可能会超过一个啦 OK 它的体积是144cm3 那么它A的问题是叫我们以cm为单位计算Q长方体的高度 OK 它要Q的高度罢了 首先啊 两个加起来是144cm 现在我知道的东西是P的 因为P的它有给我长 它有给我宽 它有给我高 这里哦 那个P的那个宽 那个宽 那个宽是 它有看到相同长度的那个标记啊 6cm 所以6cm除2 就是3cm 那个P的长方体是3cm 乘2 再乘10 等于60cm3 OK 那么我就拿它这个综合的体积 144-60 减掉那个P的 就等于84cm3 84cm3 84cm3 是属于Q这个长方体罢了 OK 那么84啊 你们要想一下 它是从3cm乘2cm 再乘以它的高度 才会拿到84的 所以那个高度要怎样找 你们就拿84 除3了 再除2 或者你们要快一点84 直接除6也可以 因为326 所以这个Q的高度是14cm OK 然后它的B的问题 它讲如果每一条边呢 它的长度都减少1cm 以1cm3为单位 计算全图的体积 每一条边少1cm 也代表那个P的长方体是 9cm乘2cm乘1cm 等于18cm 然后Q的长方体就是13cm 乘2cm乘2cm乘1cm 也就是26cm3 然后18加26的话就等于44cm3 接下来208月它有解决问题挑战篇 它讲这个A B C E的这个长方形的走长是72cm OK A B的长度是B C的两倍 计算 计算 蓝色部分的面积 你们看到哦 E D还有D C 它们有那个相同长度的表迹 所以啊 我将这个长方形啊 切成一半的话啦 它就变成A X D E还有X B C D 那个X是我自己加下去的 方便方便你们去辨认 OK 好 那么现在它就变成 其实它变成一个正方形 因为它有讲到A B C B C的两倍 之后我们要从它给我们的周长72cm 除以这边一共有6个相同的格子啊 分别是A X X B B C C D D E还有E A 一共有6个相同的边 这6个边都是一样长的 所以72除6就等于12 所以每一个边啊是12cm 也就是说其实我这样子分开了它们之后 就变成了两个正方形 OK 那么它现在要我计算蓝色的部分啊 就是一个正方形加一个三角形咯 正方形的那个面积的公式是长层宽 也就是12乘12等于144cm² 然后三角形的那个方程式是长层宽 再乘二分之一 或者长层宽除二都可以 12乘12等于144 144除二的话就是72cm² 两个一起加起来 因为还有蓝色的部分而已 就是144加72等于216cm² 那下面那边有一个模拟题哦 它讲PQSU的走长是96m PQ的长度是QS的两倍 找出紫色部分的面积 OK 这个也是一样的做法来的 首先我会将它们切成一半 因为UT和TS那边有两个相同长度的标记 所以我切成一半的话 然后我知道PQ是QS的两倍 就是说我切成一半之后哦 它应该会变成一个正方形来的 所以我拿96除6的话 我就看到那个PU的边长是16m OK 然后现在啊我有两个正方形 嗯我会再将另外一个正方形切成一半 因为我看到QR和RS有那个相同长度的标记 它就变成两个长方形咯 OK 让你们现在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我先找出来 我会加一个Z在那边 那个Z是我自己加的啊 PZ TU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这个正方形是16乘16 等于256cm2 嗯不是是m2啊 它用的单位是m 然后嗯那个QZ YR Y也是我自己加下去的 那个长方形的那个面积就是 16乘8 因为QR等于8m 因为是16的一半 16乘2就是8了 所以就是128m2 最后有一个三角形 因为紫色的部分 TYR这个三角形啊 就是拿2分之1乘16乘8 等于64m2 OK 全部紫色的部分加起来 256加128加64 一共是448m2 第二题 L长方体的体积是K长方体的体积的4倍 这个L是K的4倍 全图的体积K和L加起来啊 一共是540cmQ K长方体的长宽和高分别是多少cm 首先它讲那个L4K的4倍 那么我就可以将这个L切成4个部分 OK我切给你们看啊 你们看我这个切的那个线条啊 我已经将那个L切成4个部分了 所以啊 现在一共其实它有5个相同的K OK 因为L是K的4倍嘛 一共有5个相同的K咯 加上K自己本身 所以我可以将540cmQ 除以5个部分 所以K的体积啊 是108cmQ OK K是一个长方体来的 所以它的长层宽层高 一定要等于108cmQ 那么我看到这里有那个相同长度的那个标记 OK 你们看到 我啊 我另外再找出来啊 L的那个体积是 540-108 L的体积是432cmQ OK 你们看到那个 相同长度的那个标记哦 L啊 长层宽层高要等于432 然后K的长层宽层高要等于108 那么我先做L的先 我才可以做到K的 因为 K的高度是 L的一半 那么你们现在看 我可以将那个L哦 切成一半之后啊 那个L它会变成一个正方体 因为它有那个相同长度的标记在那边 所以啊 你们想一下L的一半就是432除额就是216cmQ 你们想一下什么乘以什么 三个数字一样的乘以什么会等于216呢 我试一下看用6×6×6啊 6×6×6就等于216 所以那个L啊 它的那个高度是6cm OK 然后它的宽也是6cm 它的长就是12cm 这个是L的 可是如果K的话呢 K的宽是6cm 长是6cm 高度是3cm 所以 长和宽和高我都有了 6×6×3 接下来下面那个有一个模拟题 它讲如果上图的总体积是160cm3 以cm为单位 计算K长方体和L长方体的长宽和高 OK这里我们也是跟回刚才那个步骤 将 因为K L是K的4倍 所以那个L切成平均切成4分 加上K本身就一共有5分 160cm3除以5 每一个体积就是32cm3 OK K等于32cm3 L的话就会等于32cm3乘4 L就等于128cm3 那么半 L再将它切一半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正方体 正方体128除2的话 那个正方体的体积就是64cm3 那么你们要想一下 正方体它每个边都一样长的 所以三个东西乘起来会等于64 4乘4乘4 就等于64 所以那个正方体的边就等于4cm 那么这样子我的答案就跑出来了咯 L的那个长乘宽乘高是8乘4乘4 因为它的高跟宽都一样的 然后它的长是它的两倍 然后K的话它的宽是4 它的长是4 可是它的高是L的一半 所以它的高是2 所以它是4乘4乘2 然后210页它其实是 这个环乐事关其实是一个游戏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做啊 它讲第一题它下图显示一个长方形和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都有给我们它的编长 然后语言用这两个形状组成下面的综合图形 找A的问题是找出以上各综合图形的轴长和面积 并加以说明啊 OK好首先第一个图啊 它的那个轴长是 它将那个三角形贴在那个长方形的里面 所以它的轴长是3cm加3cm加6cm加6cm等于18cm 然后它的这个图1的那个面积就是长称宽 6cm乘3cm等于18cm2 第二个它将那个三角形拼在那个长方形的上面 OK然后这个图2的那个轴长是 我们先看长方形的弦 它的长是6cm 6加旁边两边3cm3cm 然后再看三角形的长高度是3cm 加那个斜斜的线是5cm 然后它的中间那个重叠的那个线不要加进去 可是长方形比那个三角形多出了一个2cm 因为6-4等于2 2要加下去 一共是22cm 然后它的那个面积 OK长方形的面积是6乘3等于18cm2 然后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底层高除2 就是4乘3 然后除2等于6cm2 18加6就是24cm2 然后图3也是将一个三角形贴在那个长方形上面 这个图3我可以直接跟你们讲它的面积跟图2的面积是一样的 24cm2 可是它的周长就不同 它的周长是哪 我们先看下面的长方形先啊 嗯 我们拿6 它的长 加它旁边两边的高 加3加3 然后我们再看三角形 4cm 加3cm 中间那个重叠的横线不要加 可是旁边有两个短短的要加下去 那两个短短的就是6-5等于1 所以要加1 一共是20cm 接下来B的它叫你们 是用这两个形状组成一个新的综合图形 然后并将算它的周长与面积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啦 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组合 然后有不同的答案 所以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啦 然后我们看第二题 左图显示一个容器 小明在这个容器里面注入水 每分钟可以注入3000cm3的水 它需要多少分钟才可以把这个容器注满水 OK 你们当做这个综合体积是一个可以装水的容器 然后你们要算这个容器的体积是多少 首先上面有一个正方体 它的长宽和高都是20cm 所以它的体积就是20×20×20 等于8000cmQ OK 然后下面有一个长方体 它的长宽和高就是40cm×20cm×20cm 它的体积是16000cmQ 这整个综合体积就是16000加8000 等于24000cmQ 刚才它讲它每一分钟可以装入3000cmQ的水 那么它需要多少分钟才可以将这个容器装满水 你们就拿24000cmQ除以3000cmQ 所以它一共需要8分钟才可以把这个容器装满水 OK 然后这里有一个自我评估在211月一共有3题 我们先看第一题 它讲右图是由一个正六边形和一个正方形组成的 它A它叫你测量这个Q的角度是多少 OK 这个正六边形它的内角是多少 如果你们忘记了怎样用两角器 你们可以看回去前一部影片 然后这里我教你们怎样 我们来用两角器去测量这个Q角 首先我们将两角器的那个中心点 对准这个Q的这一个顶点 然后我们的两角器的那个基线 首先要和这个Q的这个边下面的这个边重叠 OK 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0是在内圈 OK 所以我们就从内圈一直开始读 去找那个角度 我们看到那个两角器的那个角度是显示120度 所以这个Q的角度是120度 然后它讲B的正方形的面积是49cm² 计算全图的周长 它给你面积可是它让你去找周长 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面积是可以给你找到正方形的边长的 OK 你们想一下什么乘以什么等于49 因为面积是长乘宽 正方形的长和宽都一样的 所以什么数字一样的乘起来会等于49 7乘7等于49咯 所以这个正方形的那个边长是7cm 然后你们会看到啊这个正六边形和正方形哦 是可以跌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这个正六边形的每一条边也是一样是7cm 所以啊他们的边长是 那个正六边形一共有123455个 7乘5 再加那个正方形一共有3个 7乘3 中间那个两个重叠的不能加 因为它不是周边的长度 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6cm 接下来第二题 它讲文君用三合板组装成左边的模型 以cm为单位计算全图的走长 首先它这里有一个正方形和一个长方形哦 然后那个正方形啊我们先找出来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啊 正方形和长方形加起来一共是12cm 然后那个长方形的那个宽是7cm 所以12-7的话就是说那个正方形的边长是5cm ok正方形有三个边 所以5乘3 然后再加上那个长方形 它的上面和下面就是7加7 旁边还有一个12 ok 然后那个正啊长方形比正方形高 7cm 12-5等于7 所以要加多一个7答案是48cm 接下来B 以cm2为单位计算它全图的面积 全图的面积就是 长方形就是12乘7等于84 然后再加正方形的面积就是5乘5等于25 84加25等于109cm2 接下来看下面第三题 右图是由一个正方形和一个长方形桌所组成 全图的周长是多少meter 首先正方形它有给我们它的边长是6个meter 然后长方形有给我们的那个长和高是4和14 可是哦 那个正方形连着去那个长方形之后啊 上面和下面的那个 两个边的长度是我们要找出来 要找这两个边的长度 我们就拿长方形的那个长14m 减掉正方形的长6m 所以这两个边一共是8m 然后现在我们算它的周长全图的周长啊 我们先看那个先搞定那个长方形先 8m加4m加14m再加4m OK然后B的它叫我们证明全图的面积是92m square OK怎样证明呢 正方形的面积是6×6等于36 然后再加上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14×4 一共就等于92m square咯 来看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页212 这边有四五六题啊 OK下图有两个大小相同的长方形组成 这个长方形它的长是15cm 它的高是6cm 所以它要我们以cm square为单位计算 紫色部分的面积 OK我们先看一个长方形先啊 一个长方形它原本的面积是15cm乘6cm 一共是90cm square 然后啊这个长方形的角落有一个正方形 因为它有放那个相同长度的那个标记 所以我知道它是一个正方形咯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是6cm除2等于 它每一个边是3cm OK所以这个正方形它的面积就是3cm乘3cm等于9cm 我们剪我们拿那个原本的长方形 剪掉这个正方形 90cm square-9cm square 那个紫色的部分就是81cm square 然后相同的这个紫色的部分一共有两个 所以81cm square乘2 一共是162cm square 接下来看第五题 右图是由两个长方体组成的 整个图形的体积是多少cm cube OK这个综合图形哦 我可以将它切成两个长方体 OK一个在一个是打横的一个是打直的 那么我看那个打横的先啊下面那个 它的那个高是2cm 宽是4cm 它的长是8cm 长乘宽乘高 2乘4乘8 它就等于64cm cube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值的长方体 它的那个长度有那个相同长度的标记 是2cm 所以它的长是2cm 它的宽和那个横的长方体一样都是4cm 所以2乘4 然后它的高呢就是拿6减掉2 因为我已经将它切掉了 所以它的高度只剩下4 所以它的那个体积是2乘4乘4 等于32cm cube 然后它的整个图形就是64加32 就是96cm cube 最后一题 这个第六题 这个模型是由两个长方体所组成的 M和N Malaysia和New York啊 它们的体积是225cm cube A 它叫我们计算K的值是多少cm 就是那个M啊 Malaysia的高度是多少 首先我知道它总体积是225 现在我有的资料是New York的那个体积 很完整啊 长宽高都有 6乘10乘2 就是120cm cube 我拿掉这个225 减掉那个New York 我就只剩下Malaysia M的体积 Malaysia的那个长方体 体积啊就是105cm cube OK你们要想一下 嗯 长层宽层高啊 就是5cm乘3cm乘K 会等于105 那个K是一个位置数来的 乘的反应词就是除 所以你们你们拿105除5 再除3 你们就会算到K的值就是7cm 接下来B的奇拉制作一个如左图的模型 并将N New York啊 的那个立体每一条边都增加50个百分比 50个百分比啊就是说 你们要增加一半哦 那个长度每一个每个边的长度都加一半 因为50代表一半 OK 以Cm cube为单位 奇拉的模型的体积是多少 首先我们要找出来那个New York立体的那个长宽和高 它新的长宽和高是多少咧 增加了50个百分比之后 它的长会变成从6变成9 它的宽会从10变成15 然后它的宽会从2变成3 所以它的新的那个长宽高是 9cm 15cm 3cm 9乘15乘3就等于405cm2 然后那个M的那个长方体的体积没有改变 一样是105cm2 上面我们刚才A那时已经算了的 所以这个整个体积啊 405加105就等于510cm3 OK啦 来到这里我们又完成了一个单元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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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